Hello,大家好,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5号,我们来到Santa Clarita,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Lera by TriPoint Homes在Skyland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三个独立屋的户型,那么现在在我背后的呢就是它的一个2号户型,3000尺到3200尺,大概价位是100万出头到108万之间,请觉你怎么升级, 它可以最多是坐到5个房间,然后坐到3个卫星间,然后标配三车位的车库,那么Without further due,让我们先读一会儿 好,现在我们就在它2号户型的门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户型啊,标配的三车位的Tandem Garage,两车位是并排,然后一车位呢是前后啊,非常长的车道啊,18到21尺的长度, 然后这样板房呢是也是挺modern的style的感觉,车库们那是带自然的采光,我们看到它的前院其实也是非常的大,这些前院如果你做一些的话也会是非常的漂亮,那样板房呢给了你一些灵感啊,种了一些这些植物,当然呢我们在新房交屋的时候呢,这些都会是土,或者是建商在前院呢,会给你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绿植, 那在后院呢,也就是完全都是土了,那需要大家来做升级,非常漂亮的前院,非常大气,看一下它的侧面,哇,它侧面也全部是做了plantation army的ring gutter啊,我们看到有整个wrap around的ring gutter,那么这个也可以去来做升级,这样你对你房子墙体的保护呢会非常好,虽然我们在Santa Carrita是很少, 下雨了,特别是在南加,但是偶尔也会有下雨的情况,其实整年呢都会是比较热啊,因为这边是会比我们陈县尔湾呢会要热不少了,但是价格呢也是便宜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啊,可能这样一个房子在尔湾呢,可能基本要卖到250万到300万家,然后我们看到它其实也是配备的这个自动的门锁啊,现在是smart home technology,smart的自动的门锁啊,进门就是一个 调控 防水地板啊,vinyl plank flooring 一楼它是有一个全位 那这个是先级,如果不先级的话呢,就是一个半位,那这边是一个书房 现在它是做了一个 标准的卧室 我们现在是在样板房,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标配的房子里面不带的升级,那么包括这后面的这个 墙的装饰板,这个feature wall,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吊灯的接口,这些是电路升级的一部分,包围的非常漂亮的chrome molding 都是不含在标配里面的 然后我们看到它还做了designed paint,做了全屋油漆的升级 这个是标配啊 双门的衣柜,加上vater shelf 我们看到它的样板房整屋里应该是做了这个灰色的 shaker style的橱柜啊,这个应该是石墨的橱柜啊,这不是thermal foil,这是 盆漆的 然后这hardware也是升级啊,应该是10寸的hardware 包括这个frame的mirror,这全部都是升级 然后这个是卫生间的台面的course,这也是升级,但是这是主位的标配,这个材质啊,这个是level 1的course,是主位的标配 如果是刻位的话,就是那种白色的,像有点带磨砂感觉的culture wall 台下盆,wisepred faucet也是标配,然后包括这个铃鱼房的马赛克,也全部都是标配的 一楼和二楼全部都是9尺的层高 好,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楼梯 这个两段色的漆面也全部都是升级 好,过来这个户型这边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非常的漂亮啊,一个很标准的厨房 然后中央导台,然后一个餐厅,然后客厅一个Lshape的这个设计,以厨房为中心 我们看到他客厅升级了4个2G的灯,加上一个sealing fan的prewire 然后我们这边有12尺的玻璃一门,非常的漂亮 非常大的导台 升级的台面 升级的farm apron,farm style的kitchen sink 然后金属拉丝的goose neck的fawcet,push button Appliance GE profile 没有像 户型3他直接升级到了monogram 这个只是profile,但也是升级 那标配的话其实就是给一个普通的GE GE Elite,36英寸的5Burner 包括这个圣级的range hood Carrera Marble 的backsplash 非常漂亮,full backsplash 的cabinet lighting 这个是double stack的cabinet profile的microwave Hello How are you man? Convection oven 这个organizer里全部都是升级啊 如果标配的话给的就是shelf 然后frost的doi是升级标配的话是10目的 这些也是升级啊 餐厅的吊灯的接口 虽然现在已经很多样板房都已经不做了 因为这个样板房其实是做了好几年 它lera这个户型卖得非常好 它就一直是在重复的卖 这边可能是锁了 我们去到 从这边看看能不能出去 All right Vinyl的双层玻璃 移门啊 California room 这个房间是标配 是含在价格里面的 然后我们看到它外面铺了这个 仿木纹的地砖 然后它这个地砖一直铺到了外面 它还做了这个游泳池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beautine的barbeque Pizza oven 烤pizza 虽然我感觉我们华人很少用这个outdoorbarbeque了 但是我真的好喜欢 Very nice 然后如果你做outdoorbarbeque的话 Please Please 你能把煤气接到这底下 Right That's right This is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不要去抗液化 去灌 接进来 这样会方便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侧院 它房子和房子之间的间距其实也很大 这边差不多就有 至少两米 然后这边应该是有四米 左右的间距啊 这笔普通的房子要 宽 一米左右 这是游泳池的pump OK 二楼的 我的这个deck 是升级 然后在新房交屋的时候 整个这一块 除了这底下是水泥 全部都是土 全部都是土啊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后面需要升级来做的 PubbleTag的游泳池 把这边还有一个水系 其实它没有打开 打开的话这边水会这样流下来 这游泳池 在Santa Carrita 就是很热 这边的温度 要比Valley还要高 不过我们既然是在山上 可能会好一点 这边熟悉这边的朋友 就会知道Santa Carrita 非常热的一个地方 包括英零银排 其实也很热 所以游泳池呢 在这些地方呢 其实 还是能够用到的 还是能够用到的 而且这边 如果你买到一个有景的房子的话 就会 有这种resort living的感觉 wrap around gutter I love it 这样的水 所有的雨水 全部会通过这个gutter 导流到 这个地下 你的游泳在这里 好舒服 现在是3月24号今天 可是我已经感觉 这边应该已经有 二十几度到三十度 好我们去到二楼来看看 这smart home hub honeywell的 thermostat 我们看它这个房子标配什么智能家具 ring doorbell shlarge connect lock LED lighting honeywell thermostat USB ports 啊 也还行啊 哈哈哈 但是它是 在升级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它升级成smart home 它是有 给你在做low voltage的时候 是会有给你这个选项的 OK 二楼上来呢 就是这个loft 不大 也不小 差不多 4米半 乘 3米半 这样子 14 5个平米 二楼也是9尺的层高啊 主卧8尺的门框 其他的房间都是6尺7的门框 进来 阳台是选配 4个led的铜灯 加上一个ceiling的shenderly prewire 它这边做了shenderly 很大的主卧 21个平米 差不多有5米多 乘4米 主卧的卫生间也非常的大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个luxury的 这个extended shower 这个是升级 如果标配的话就是 正常的淋雨加一个双人的浴缸 但是是fiberglass 那这一整套全部都是升级 看到有marble的砖 然后包括 底下的小砖 两寸的也是model 然后12x24的 posing tile 然后很长的双台盆 然后台下盆的widespread faucet 这quartz的台面也是升级 然后是mat finish orcan leather finish 它是有texture 橱柜是同样升级的灰色的maple的rmc 这could be 哎呀这升级的maple的橱柜啊 喷层灰色 然后10英寸的加大的这个发售 你可以在设计中心选择这种带边框的镜子 也可以 所以标配的话就是frameless的mirror 不带边框 然后包括这个cabinet medicine cabinet也是可以升级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几十年了这个medicine cabinet 一点升级都没有 其他的我们发现他的用料都越来越好 或者是比如说smart home嘛 这些与世俱进的东西 可是这个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不去做这个升级了 哇这个 walking closet是非常棒 做了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organizer 但这些也都是升级 标配是没有的 California closet 哇这个closet不错 很大 一个walking closet 有walk closet 然后这边大家在做电路的时候呢 这里是可以加一个电源插口的 我们这样就可以做 冲洗的马桶 如果再考究一些呢 你可以把这个电源的插口呢 单独 放一路线 那不然的话就是普通的GFCI 好我们接着看一下客户的区域 洗衣房 升级的底柜和升级的 整个水池 这个是你的communication box 是你这个整个屋子大脑 48英寸或者是 对48英寸的高度 应该是 双区的空调 好这边是一个客位 或是台面 承认的高度 And among sink 全部选配了medicine cabinet 然后干湿分离 中间有个腰门 然后这边是一个tapshower combo but 做了这个瓷砖的升级 然后with accent belt 同样这边应该是24x24的地砖 升级的地毯啊 小朋友的房间 差不多3米5成3米5大概是个平米左右 他没有做feature wall 因为他整个都喷了一样的颜色 但是他做了一个feature ceiling 一下来 宝宝的房间就活泼很多 是另外一个房间 但是他这个房子就做了更多的 电路人 电路的升级啊 4个lg灯加上中央一个灯 宇宙看房呢 是我们的地产的频道啊 智力与给大家带来 真实 和及时的房源的信息 那我们的业务范围也是覆盖整个大洛杉矶地区 城县和内陆王国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 来联系我 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呢 放在底下 请你们多多的 订阅转发 点赞和评论 你们 每一次的评论转发 还有是点赞呢 都是对我这个视频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 也是支撑我们这个频道 一路走下去的 这个原动力 那这个频道从两年前开始 一直到现在已经发了差不多近300个 真实的房源的视频了 那么也就是因为你们的热情呢 所以能够支撑着我把这个频道一直来做下去 也希望能够 我们和你们一起成长 能够帮你们买到你们 心仪的Dream House 完成你们一个安家的梦 在安家 在洛杉矶 好吧 那这个房子我们就拓完了 是3000尺到3200尺 那具体的信息呢 我们会打在底下的Description里面 那么房间呢是4到5房 2.5到3个卫生间 三车位的车库 好吧 那有需要的话就快来联系我们吧 所有的房子都是需要排队 那么100万如果能在洛杉矶 这里还是属于洛杉矶郡的 在洛杉矶离大概 其实离华安区也就是45分钟的距离 如果不堵车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来值得看一看 好不好 那请来联系我 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Bye Bye